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 大家看我都判断准不准确 当然我也是猜测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中文媒体里面 中文,简体中文的实践里面 互联网上现在墙外有一个种说法 简体中文网,简中网 但这是一个诬蔑的说法 但是说也是一个事实 某种意义上也有种事实 就是说,我一属表输在这个现象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 因为你看我的视频的人可能很大比例 你都来自于中国大陆,是吧 或者有中国大陆的背景 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 跟你的判断是不是一致 就是说,在简体中文网里面有一些言论 我们看起来很脑残 特别脑残 比如说像这样的言论 就是比如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就是说有很大一批人 就是说他支持俄罗斯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侵略 他觉得美国北约把俄罗斯逼得太厉害了 俄罗斯在反抗 你都北约东扩 扩到乌克兰了 让俄罗斯这么选择 这些人的观点就有这样一个观点 我相信还有另外一个反方的观点 就是你翻墙出来看我的节目的人 我估计你可能跟我的观点也许是类似的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是个侵略 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 对吧 就是说 这两种观点 极上不同的观点 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脑残的言论 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是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是一个 他不觉得是物侵啊 他觉得是 对于法尼战一样的 是吧 这种感觉 我们觉得他们是脑残 当然 但是我现在突然有一个新的解释 就是说 因为你在网上看到这种声音 它有多大比例上是真实的声音 有多大比例上是真实的声音 我相信有很多人抱持这种观点 有什么样的观点都很正常 但是说有没有这么大比例的人 有这种观点 这是我所怀疑的 最近这些 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是什么 一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 这些人的存在 就是说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人的存在 他们刚好符合了中国的外交需求 他们的观点的存在 假如说他们 这个支持俄罗斯的事情很小 那你说中国政府的观点是什么 他应该谴责俄罗斯 对吧 他支持乌克兰 谴责俄罗斯 假如说 你认为 我们认为的 就是说 认为 乌克兰是正义的 俄罗斯是入侵的 这种观点是主要的 的话 那中国政府也应该是 他代表民意嘛 对吧 但是 是相反中国政府 他是认为什么 他不表态 对吧 他不表态 其实就是在支持俄罗斯 那你想想说 刚才说 我说 简中网上那些脑策言论 刚好是符合他的外交需要的 就是他保持这么一个态度 对吧 你看看 两种立场都有 对吧 他居中 他不谴责俄罗斯 他也不明确的支持乌克兰 对吧 在这 你想想说 所以说 我的这个视频的主题 就是说 简中网上的这些脑策言论 刚好符合老大哥的外交需要 我再说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 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的事情 你看到没有 我们看到没有 就是说 但这个是比俄乌战争 更加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在简中网或者在外面的世界 都是有比较大争议的 就是说不是一边倒的时候 大家都支持以色列 认为哈马斯是有巨大问题 对吧 因为我看到 说现在这个言论 大概是说 有一方就认为 这个哈马斯恐怖行动 对吧 你杀了这么多平民 是吧 绑架了这些平民 你引起了最新这一次冲突 是由哈马斯首先引起的 以色列就应该去打击这个哈马斯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即便是在入口中造成了一些平民伤亡 我们对这个平民伤亡比较是惋惜啊 但是说对这个重创哈马斯 这个行动没有问题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的观点是 他们不再说这个 他们就假装这个哈马斯这个 袭击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就不提这个了 他现在说的就是说是 你看以色列军事行动 对加沙的人造成了多大的这个伤亡 又轰炸了医院 又轰炸这个 轰炸了那个对吧 造成多少儿童的死亡等等之类的 就是说这种人 就是说回避了这个问题 说是 是在一个月之前 哈马斯刚好 这个发动的是恐怖袭击吗 是吧 导致了一千多个 以色列人的死亡 就是他就不提这个问题了 他当然也知道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事情 是吧 但是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 我在简中网 比如说你关注一些 一些人 就是说他可能发表一些 他的言论 在他下面的评论里面 就会有大量的这种 这种 我们所说的就是脑残言论 当然我认为这个言论 也是正常 就是世界很大 有什么样的言论的人 都很正常 比如说你要向微博上去看的话 关于以色列的官方的一些微博 以色列大使馆 以色列的领事馆 等等之类的 我关注了很多 你看下面的评论 就是说 我都觉得这些人真的是疯了 比如说他有些人说 他就认为说是死了的犹太人 他是好的犹太人 他在以色列大使馆下 就做这种评论 发到微博下面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原因是我当年怎么怎么 没有把这些都做成肥皂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在集中营里面 德国纳粹当时把犹太人 做成肥皂什么的 就他会有这种言论 我们觉得说太夸张 太过分的这种言论 在以色列的相关的官方微博下 有这种言论 当时我也觉得说 不能理解 怎么会有这么大量的这种人 持这种言论 但是你再想一想 你再想一想说 中国政府的外交需求的时候 他就需要这些言论 为什么呢 这种 就像一边是左一边是右 是吧 或者一边是脑残的这种言论 就是说 中国政府的外交需求 刚刚在中间 如果说你 中国政府也像其他的人 我们认为的主流的 就是正确的一个 就是可能更倾向于 正确的价值观的一种 不是价值观的 就是说我们支持以色列 去对哈马斯进行反击 那中国政府的立场 就应该是什么 支持以色列 对吧 谴责着哈马斯 但是他不是这么做 中国政府立场是什么 中国政府立场是什么 我支持两国论 你现在应该尽快停火 怎么怎么样 是吧 在这祸悉尼 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 哈马斯背后 是伊朗的支持哈马斯 伊朗背后是 俄罗斯 和 某个国家 某个东方大国 对吧 就是说 你想 你看到 比如说 这些 简直中网上脑残言论 刚好是符合 老大哥的外交需求的 你可以在我现在 这个视频 我们现在留言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当然我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这个结论就是对的 或者说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但是我没法做这种调查 我 你说 我们 你在微博下再看再多 这种评论之类的 是吧 你看到这种脑残言论 只能说 它跟你不一致 对吧 跟你不一样 也不能说明 就是说 这不合理 出现这种不合理 有可能会有人 吃这种言论 但是有没有 这么大比例的脑残言论 我是非常怀疑这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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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